嘿咧 誰要原諒他 我會犯告死 兩個都告死是嗎 我犯告死 他可能認為說 啊沒有行事了,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沒錯 就做完了 拿來可能跟我們講說 你不可以強制開門 但如果沒有警察在 門就隨便我敲的 便逐正方便我們做更多事情 你直接侵入民宅 嗯哼..我們不隨意 哈囉大家好 過來一下 我是奎丁 聽說通姦罪要處罪話 你聽誰說 可以約束婚姻感情嗎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已經廢除了通姦罪 以亞洲來說其實只剩下台灣 菲律賓還有北韓保有通姦罪 哇 圖罪化 那對我來說 可真是多了一道免死金牌呢 蛤 你想幹嘛 今天是5月29號星期五 也就是宣布通姦罪到底有沒有 除罪化的日子 我們直接先去訪問大家對於 通姦罪除罪化的想法怎麼樣 走吧 5月29號我來到了 內湖祝贈宿所 我們現在就要去訪問新人走 我想要請問那個登記 在三樓 好 恭喜你 沒有沒有登記 他直接問棒的東西 今天沒有人登記嗎 今天 12點到現在應該都沒有 沒有 那我想看看 歐斯卡一下 我想一下 對不起 我覺得剛剛很像逃出來的感覺 我跟他還有一個地方 內五百元 現在就是來破證事務所辦登記 但是很多人會想要去馬院做工程 因為有一個小禮堂 比較有儀式感 那是很正的那種感覺 我們去樓下 我打電話去把人問一下 現在是中午休息時間 請直播飛機號碼 過於上班時間的來電 那有上網查一下啊 這樣顯示我聰明的一面 怎麼會把我那麼聰明的一面記錄下來呢 你知道我剛剛打這電話嗎 我已經打到40個面去了 可是沒關係 都是休息時間的 但哪裡都一樣 公正結婚是這樣子 他們可以在公正結婚裡頭 去新儀式 因為他會把那個時間表 整個全部列出來 時間表在這 5月份只有3號 9號 17號 24號 跟30號 哇操 我剛才說的現在是幾月幾號 阿波 你是不是突然今天一個很爽 然後你就想跟你女朋友結婚了 太爽了吧 是不是有可 有可能 對吧 欸我問一下 不好意思 欸哈囉我可以 欸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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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問問問你嗎 不行 這樣子 被拒絕 我問你有假如說登記 你問他有什麼 不會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要轉去別的區域 找新人 現在來中山區 護震宿所 再進去嗎 好 再去嘗試一試 走吧 你好 請戴什麼 這邊有登記嗎 好 這邊好像沒有 我直接實在線沒有 OK 我想 現場錯號碼也可以頒拿 你說登記結婚嗎 沒有 我要考慮一下 對 這邊你們已經決定了 不是在我們這邊決定的 好 身分站是要帶來 好好好 我都沒帶 我都沒帶 我先想一下 去一次要不要給我 喔謝謝 如果要的話也可以打 就拿一月實斷了 好 謝謝 謝謝 結婚 很可怕 送你 你不是 剛生日嗎 我生日 然後你送我這個 生日有嗎 結婚 我看起來 你就真的每天要敲烏魚 嗨 日子 好無常啊 每天都好 不要亂講話 你好 你好 你來跟自己結婚嗎 結婚不累幹嘛 因為你家一大一個人真的好累 沒有的話就沒有 大家到了第三間 中正區 不正事務所 走吧 知道我的部分我不知道 我知道是現在 現在都沒有 對 此刻 讓我思考一下 讓我思考一下 原定中正 一定按理事 感覺大家都不寫 感覺大家都不寫 他都不寫 他就說 找一個人 有一間呢 你送看看啊 因為一般都是找個東西 你知道嗎 他可能想不到 貴空間罪 被圖罪的話 你有什麼太罰 就等一下一個半首次 大法官會出來 事件說到底這件事情 有沒有成功辭罪 有沒有查對於 空間罪這件事情 只要是結婚 基本上就是希望 不要有歪語 你覺得法律可以約束他嗎 我不想要被約束 我射手座 我希望 那他們受到法律的支撐 但是你自己不想被約束 對 所以我目前不會結婚 但我是希望大家不要 找小三 這樣其實是真的嗎 要不要結婚 要不要結婚 要不要結婚之後就要總真 那是我答案 拜託把我罵掉 好好好 射手座 你們交往你們能救我嗎 會啊 打算入庫 會對 對於你覺得法律有什麼想法嗎 應該蠻不OK的吧 因為就是破壞人家家庭 還有破壞自己家庭 比如說對一些比較有錢的 或者是說不在乎那些錢的話 還沒覺得沒差 因為罰錢在流失這樣 這些人會這樣子覺得 就覺得沒有差 反正罰個錢而已 又不會有一些罰案件之類的 對啊所以這個 還是蠻不支持廢除的 覺得對你們來說 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彼此蠻信任對方的 所以基本上他們應該是不會 有大影響 所以他們應該根本不會吧 這也是要看 沒對情侶啊 沒對夫妻還行的堅定性 好 好 謝謝你們 你們交往多久 呃兩百 有打算進入婚姻嗎 嗯 三十一 五百五 那四點之後 他宣布了不對 你覺得對你們這些會有什麼影響嗎 不一樣還是會做好 對 就是 什麼星座啊 魔鏡 喔我也是紅男人 可以啊 前面 前面跟射什麼 我射我說就不一樣 啊女生 女生例外 那你什麼想法 所以他會有小三的感情 對你可能沒什麼感情 就知道他 你雖然形勢上綁住他 但是他心情還很痛 是我一定會 他的心已經被小三抓走了 所以即使透過法律把他們兩人 綁在一起 但還是往回不了這段關係 謝謝你們 現在要打給我一個 他要結婚的朋友 我覺得影響多大吧 因為本來通電論這件事情 他的定義就很難啊 還是要明示賠償嗎 還是可以成開餐 哈哈哈哈 對於一個已經不去找別人的人 就分錢啦 還有什麼好聊的 大家 他的財產比較重要好不好 好的 對的 要嘛就是錢 拿清楚講清楚 再見這樣子 沒錯 謝謝你 謝謝你 我現在要打電話給最近結婚的彥琳 喂 恭喜你結婚了 他要問你一個問題 關於通姦罪 通姦罪 通姦罪 我是覺得她是一個 通姦罪 這就等於合法的小三正位女子 這樣 如果今天聖公自己親自入到了證據 等等要去告小三 或者是自己的老公 對 結果你因為通姦罪拿掉了 那請衛是聖公他的法律至保地位 在拿著 對 如果是有出購的身份地位 有權有勢的 那請衛這個聖公要用什麼來立保 提安娜跟謝爾醫師 這提安娜怎麼辦 然後你說還有一個名法保護 明法美食小用啊 明法是賠錢而已 錢是可以恢復一個人的名聲感 但雖然就是一般人的話 全都保障到女性 會被散養費要到四百多萬 但不可能 好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 欸 感謝你 我看新聞上面寫說 現在下午四點 大法官再出來 這樣 我現在好緊張喔 到底有沒有要求最話 好我們上去看一下Line 代表說的大法官呢 做一個摘要的報告 刑法第239條 同監罪是對個人得自主決定 是否以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之 性行為自由 所謂的限制 結論就是戲任規定依違憲 大法官視線之後我覺得 我跟大家聊一下婚姻是什麼 婚姻從表現形式上看 是雙方財富 心理和生理的結合 哇 除罪話之後 心理和生理 就沒有刑法的約束了 那這樣結婚證書 某些程度上 應該也是算總 除去寫嗎 對你們來說 通姦最除罪話 受到最大影響的會是誰 我覺得是小孩吧 錯了 不好意思 最直接影響的是真姓色 真姓色 我跟你講 咪姨姬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上網查了超多真姓色的耶 我等一下來問一下 看哪一間可以給我把問到位置 等等見了 終於找到一間 願意接受我訪問的真姓色 你好 需要變身嗎 好321 嗨 嗨 嗨 說一下就是大法官實現 確定通姦罪已經處罪化了 嗯 對 配妹有什麼感想嗎 那你結婚嗎 我已婚了 通姦喔 類似 事件基本上是把刑罰給摘除掉 比如說國家不管你婚姻幸福沒辦法 但是民視親愛配偶權還是要賠償嗎 那其他朋友覺得收證其實比通姦罪要更容易很多 訊息入骨啊親密接觸 他們就不用通姦 他這樣就已經成立了 那你通姦過嗎 看過了別人通姦過 自己還沒有通姦過 通姦罪處罪化之後對你的業績看好 我覺得更好 我覺得更好 更好 我相信不懂法育的人居多 他可能認為說沒有刑事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沒錯 就做 做下去就對了 很多人其實詢問諮詢的時候 他並不是真的要抓姦 他只是要現象跟畫面 他只要現象跟畫面 他想知道你是誰 對 沒錯 有沒有比我正 有沒有比我帥 不行 對 對 對於我們來講 通姦100個案子 有95個案子都不會告什麼 通姦罪本來就是嚴苛太多了 那這個刑事到底是拿來幹嘛的 對我們來講 我們可以叫警察陪同我們一起抓姦 現在沒有刑事了 警察就不會出現 但不會出現對我們好不好 其實更好 然後來可能跟我們講說 你不可以強制開門 但如果沒有警察在 門就隨便我敲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好事 不是說壞事 現在這個方法就變成方便我們做更多事 你直接侵入民宅 沒有沒有沒有 不隨意 我們都是有故的 我們不會是無故侵入民宅 當然說我們這個採證的過程 可能會有一些法律的邊緣 甚至有可能有處罰 我們也就只能承代 所以你覺得前途一片更好 可能案子會越來越多 我覺得會 就在這個刑法二三九條的彈珠 被劃掉了 沒有這個東西了 其實夫妻還是有情分的 假設有一天回訂結婚了 你跟你的先生本來都很好 有一天忽然你遇到更好的男生 要跟他感情的時候 你會對先生產生愧疚 所以其實這時候 如果先生找到我們來幫忙 處理你們之間的婚姻狀況 我們真的設在一些證據之後 來跟你下場的過程 你會因為對先生的愧疚 而達成一些協議 例如說離婚協議 例如說財產分配 例如說第三者應該要怎麼樣 賠給先生一些賠償金 我們繼續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跟二三九條的彈珠 通編罪完全沒有關係 終究婚姻還是兩個人的 發生的事情就是要解決 用什麼方式解決 我剛才聽到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我怎樣了 我老公委託你們 沒有證據了 然後來找我 跟妳先生還有律師 一起來找妳協調 協調 對 那你們會不會單獨現在找我 然後勒索我一筆 你說私底下找恐嚇嗎 是不是有這種 我們是業界清流 但其他公司我們就不知道 好類似這邊收一筆 收完之後可能再跟這個人說 你再給我多少錢 我再幫你抓 再給我多少錢 我再給你照片 基本上就是兩邊都收 假如說我真的收錢 他會把這個照片給出去嗎 看金錢 這種業者其實在台灣越來越少 大家的法律常識 對啦 越來越充足的 這種被騙一次 或還被騙第二次的話 就 對 還有很多可以講 沒關係 我們下次再講 很謝謝你們 剛剛訪問完真心設保 覺得真的是 書讀的越多 煩惱越多 法律它保障人民的權益 但是同時這個法案 它也侵害了人民的權益 當你遇到你的另外一半 外遇兒 今天就算你告了刑事 讓他被制裁 對你的婚姻真的有變比較好嗎 網路上有一段文章是寫說 靈魂是不應該被法律管 刑罰它不是萬能的 也不能阻止兩個人相 欸 突然變得好感性 通姦罪從2002年到現在2020年 等候幾年 18年 經過18年的議題 到今天終於事先了 關於通姦罪處罪話 你們怎麼看呢 歡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欸 還好我沒有沒有 我沒有 通姦罪處罪話了 之前是剛離婚嗎 想要問問看你的想法 幹 三角為什麼 不是 應該是很好嗎 我沒什麼想法 但我也沒通姦了 很多人會告下去之後 他會選擇原諒自己另外一半 繼續告小三 屁咧 誰要原諒他啊 我快告死 把我告死 沒有沒有 告屁事喔 我拍片中去找律師 我之前有跟他聊過這個問題 他說 通姦罪是這樣 老公跟小三進汽車局管 你就算拍到他進去再出來 不是好像電視很多新聞都會這樣演嗎 對 重點已經不是說你要不要告他 你一般的人根本沒有那個勇氣 打開通姦看我現在就是要拍到他 沒有 這世界上就只有我 有這種勇氣 所以那個時候 詢問律師這個問題的動機是什麼 很喜歡跟他亂聊天 我就了解一下 可能有一天會用到啦 不管有沒有 我覺得對我一生都不會有什麼影響 再見